稍微硬一点,不能软 这个北方人呢,喜欢去硬的东西 南方人呢,喜欢去软的东西 但是米饭在做冻炒饭的时候 就要煮得稍微硬一点 这个洋味冻炒饭呢 它的配料呢,过去很烤旧 它必须要有十种以上的调料 但是现在呢,由于能力思想才改变 所以呢,这个冻炒饭的配料呢 也不一定居于这种原料 所以冻炒饭,我们顾名时期就一定要有鸡蛋 所以说在这个配菜上面呢 我们呢,就今天给大家示范呢 就面位少了几种,请大家注意 一个呢,是鸡蛋,蛋糕,香菇,火腿,老葱,鸡菌,青豆,虾仁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把鸡蛋打到碗里 挑一下 下面我们开始将虾仁 把虾仁放入碗中 加鸡蛋清 然后加盐 蒸粉 上干 下面把蛋糕切成丁 把香菇切成丁 把虎腿切成丁 把鸡菌切成丁 老葱切成木 现在呢,我们为了把米饭呢,炒得均匀 它改革了一下 把米饭呢,加点油 把它拌一下 这样子呢,是炒米饭的过程当中呢 很松展 这样呢,这个米饭呢 炒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很容易呢 嗯 炒得均匀 炒锅烧热 烧热了以后呢 把鸡蛋 炒一下 然后呢 加点油 把这个葱呢 炸一下 炸一下以后呢 把鸡蛋 炸一炸一下 再炸一下 然后呢 做了蒜 然后呢 再加点油 把这个 冰一下 加点黄酒 加黄酒 加点椰 加点味精 把这个青露来加进去 少割一点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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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油 把它装起来 装起来以后呢 下面呢是放点油 把这个米饭下去炒 在炒的过程当中呢 把这个一大半倒进去 用这个沙特后根来锤一块 把饭呢 吹个晒晒晒的 啊 松散 这个时候呢 开始加盐 加盐啊 加点味精 好 好 炒出了以后啊 这块起锅 双盘 有一点米饭 现在把这个上面还有一点米 做一个帽子 还没有成功啊 还没有成功啊 现在呢 把虾仁呢 放到这上面去 米饭在做蛋炒饭的时候就要煮得稍硬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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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蛋炒饭呢 它的辟料呢 过去很烤旧 它必须要有 十种以上的调料 但是现在呢 由于能 能 能的思想才改变 所以 那 这个蛋炒饭的辟料呢 也不一定居于那四种原料 所以蛋炒饭 我们 顾名是 一定要有鸡蛋 所以说 在这个 辟菜方面呢 我们呢 今天给大家示范呢 就 料味少了几种 请 大家注意 一个呢 是鸡蛋 蛋糕 香菇 火腿 老葱 鸡菌 青豆 虾仁 那么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 把鸡蛋打到碗里面 挑一下 下面 我们开始将虾仁 把虾仁放入碗中 加 鸡蛋清 然后 加盐 蒸粉 上干 下面 下面 把蛋糕切成丁 把香菇切成丁 把火腿切成丁 把鸡菌切成丁 老葱切成木 现在呢 我们为了把米饭呢 炒得丁匀 它改革了一下 把米饭呢 加点油 把它拌一下 这样子呢 是炒米饭的过程当中呢 很松散 这样呢 这个米饭呢 炒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很容易呢 炒得丁匀 炒锅 烧热 烧热了以后呢 把这个 老一下 然后呢 加点油 把这个葱呢 炸一下 炸一下 炸一下以后呢 把鸡的 炸一下以后呢 把鸡的